大家好 欢迎收看时代电影大世界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游乐圈其内访似乎已经成了常态 纳英作为国内知名女歌手 在经历了昨天的道歉之后 今天再一次引发了一场风波 这一次杨昆也忍不住发声回怼 让这场内讧变得愈发不可收拾 昨天 纳英因为在节目中向刀狼道歉 言语不当引发了粉丝和网友的强烈不满 在节目中语气过于尖锐 甚至有些独独逼人 这一行为被网友认为是纳英过于自大 对他人不够尊重 于是在网络上 纳英遇到了大量的指责和批评 面对这一情况 纳英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道歉声明 他在声明中表示 自己对于言论不当深感抱歉 并表示以后会更加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 然而这个道歉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认可 一些人认为 纳英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今天杨昆也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言论 对纳英的道歉提出了质疑 他表示 纳英的行为不仅仅是一次口误 而是反映出了他对音乐队选手的态度问题 杨昆还表示如果纳英想要继续担任偶像评委老师 就需要认真反思自己的行为 做出实质性的改变 罗沙海市风波在反转 求又踢给纳英回应一下有那么难 真没有想到罗沙海市竟然引发了罗生门 这件事还得从想当年的十年影响力歌手评选说起 彼时刀狼是入围歌手 纳英是评委会主席 他给他的评选标准是音乐性贡献性 以及市场影响力 对于刀狼入选 纳英持反对意见 理由是刀狼的歌不具备审美观点 他解释说 如果奥运会上刘欢和刀狼同时登台 他肯定看刘欢 当时有人提出异议认为 刀狼的专辑销量很高 应该入选 纳英反驳说刀狼的专辑销量确实惊人 但评选不能够只看销量 最终因为纳英的极力反对刀狼落选 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 就是关于纳英在担任十年影响力歌手评委主席时说的话 网上有影像资料 至于影像资料有没有被剪辑过 是否只是部分截取 不得而知 可以知道的是那场评选之后就传出了 纳英说去KTV点刀狼歌的都是农民的传闻 对此 纳英从未回应过任凭媒体大肆报道 网友发怒指责他始终保持沉默 2023年夏季 罗沙海市横空出世 歌词中的那马虎不知道他是一头驴 那幼鸟不知道他是一只鸡 勾兰从来半高雅 自古公公 好威名引发无数的猜想 刀狼被赞才华斐然的同时 纳英 汪峰 杨坤 高晓松等人成为众矢之地 因为在无数的网络传言中 他们都曾经评价过刀狼 这种评价被网友们定义为排挤打压 由于名气最大 纳英成为吐槽重点 社交账户下恶评高达上百万 和当年一样 纳英始终保持沉默 不过他的粉丝却极力分辨 表示纳英从未说过去KTV点刀狼歌的 都是农民这句话 在他们看来 纳英与刀狼只是音乐理念不合 谈不上排挤打压 这导致很多人看过影像资料后 为纳英鸣不平 认为他不该为一件没有做过的事情被骂 他们为纳英喊冤叫屈 惹怒了那些支持刀狼的人 双方在网络上展开沉枪舌战 你来我往谁也不服谁 就在双方闹得难分难解时 事情发生了反转 有人扒出著名导演董承鹏 曾在大鹏嘚巴嘚上 点评过十年影响力歌手评选事件 他当时在节目上说 纳英姐姐前段时间的一句戏言 让刀狼和农民兄弟都寒心了 作为评委会主席的 纳姐当着所有人的面 反对刀狼入选十年影响力歌手 理由是她的歌曲缺少音乐性 纳姐还说了一句不怎么留情面的话 说去KTV里面点刀狼歌曲的都是农民 同纳英一样 董承鹏说的这段话也有视频 根据影像资料显示 纳英确实没有说过去KTV点刀狼歌的都是农民的话 可董承鹏在点评时确实纳英说过 很多人经过分析解读后认为 去KTV点刀狼歌的都是农民 这句话终于有了出处 就这样活力转移到了董承鹏这里 在很多人看来 就是因为董承鹏捏造事实 造谣生事 所以才导致纳英被误会背黑锅 于是继纳英之后 董承鹏为众矢之地 很多人涌入他的社交账号下 指责他不该造谣 喊话他出来道歉 更有甚者扬言要抵制他的新电影 看到董承鹏被指责 大家都以为因为罗沙海 是引发的这场网络风波 应该接接尾声了 却没有料到事情竟然发生反转 董承鹏深陷舆论风波后 他的粉丝也不服 开始继续深挖 最终替董承鹏评了反 粉丝表示 董承鹏确实评价过 十年影响力歌手评选事件 视频中的那些话 也确实是他说的 但时间顺序不对 音乐风云榜 十年盛典召开的时间是 2010年3月18号 董承鹏那期节目的播出时间是 2010年的4月1号 在董承鹏的节目播出前 关于纳英说去KTV点刀狼歌的都是农民 这件事就已经传得沸沸扬扬 就已再有资料看 在2010年的3月21号就有媒体 以纳英当评委也很苦毒舌 听刀狼歌的都是农民为题 报道了11年影响力歌手评选事件 其中明确写着 听刀狼歌的都是农民 这句话就是纳英说的 也就是说 董承鹏并没有造谣 他也是根据已有的报道 才评论的这件事 不仅如此 网友还扒出当时有媒体联系 纳英的经纪人 但始终联系不上 而音乐风云榜 十年盛典的主办方 则表示都是误会 纳英并没有那个意思 也没有特定指某人 尽管主办方回应的摸棱两可 但种种迹象表明 事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 随着事情的脉络被捋清 董承鹏终于证明了清白 求又提回给纳英 网友再次喊话 希望他能够出来回应 其实作为当事人 到底有没有说过那句话 纳英最清楚 说起来这件事 真的没有那么复杂 比如汪峰 他也没有因为罗沙海师 被骂很惨 可他既没有怒目相向 也没有沉默以对 而是特意录制了一段视频 重新回应 视频中他否认了网络传言 并针对刀狼 以及刀狼的音乐 给出中肯的客观的评价 他以音乐人的身份 从专业的角度去解读 分析刀狼的歌曲 既凸显了高度 又彰显了歌局 再说回纳英 汪峰已经打样了 他非但不照做 还迟迟不肯发声 回应一下 真的有那么难吗 要知道有时候 沉默并不是解决问题 最好的办法 不管说与没说 都可以大方的回应 人生种种皆是经历 错了坦然面对 没有做过的事 就该距离力争 只有这样才能够 还大众真相 才能够让风波平息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的精彩资讯 尽在时代电影大世界 敬请关注哦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